翡翠是天然生长的 所以它的每一块尿质呢 都伴有瑕疵和内含物 那需要读懂这块尿质的人进行设计 根据这块尿质的形状呢 然后用画笔大概的画出 这块尿质可以做成什么样的翡翠 那这一块呢就是做翡翠的树叶 这个是颅翼 这两个呢就是一对方牌 这样的片尿呢可以做翡翠的方牌 或者是切一个圆的平安扣也是可以的 然后需要巧取色 把这涉及中的地带取出来 就是一个很好的翡翠挂件 小一点的片尿呢就是做翡翠淡面的尿 所以需要透光看一下里面的肿水跟颜色如何 然后再想怎么去切割和打磨 这个呢就是磨翡翠淡面的一个过程 每一个方形的呢就要经过这个机器慢慢的把它磨掉 然后磨成圆形的淡面 现在磨的是满绿的翡翠 所以在磨的过程中都要小心翼翼的查看 因为如果一不小心磨坏了的话就很报废了这块上好的材料 磨界面不仅需要体力还需要脑力 因为要想办法把这颗界面的优势把它磨出来 然后把它的裂次给它磨掉 这个呢就是磨翡翠淡面的尿 它现在看起来是框的 那等一下我们打磨一下呢它就变成圆的了 现在就是把它打磨成圆形的一个过程 这一颗呢就是切割和打磨好的界面 再经过抛光这个就变成成品了 非常的浓烈可以达到帝王力的级别 这样的翡翠界面呢是磨成好的半成品 我们需要把它镶嵌好作为一件完美的首饰 界面是有无限的可能的 不仅可以作为界子的界面 还可以做耳钉 这种绿蛋面呢它是小耳筋的 需要加上不同的造型它就会变化为 你想要的那种手势 这样的翡翠蛋面呢是翡翠中最实用的 它有无限的设计可能 最重要的是它有光感和好看 感谢分享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一期再见吧